最近陆寒实在不得了 电视剧甜蜜暴击热播 与关小彤甜蜜恋爱 这就是歌唱对唱技 也在紧锣逆鼓播出中 而且与舒淇女神的上海堡垒也已经确定 7月份陆哥拿下了顶舍艾比的代言 8月又拿下了卡蒂亚的代言 手表双顶舍 左手是甜蜜 右手是暴击 简直现杀旁人 美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欣赏 出认识陆寒 他还会一个小男孩 只觉得阳光可爱 能唱能跳 因为被深深吸引 就去查看了他所有的节目 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 坚硬的外表是品质的阳光 柔软的内心是对生活的期待 他是聚光灯下的闪耀明星 也是星光之中的璀璨明珠 更是阳光下调皮可爱真挚的少年 一个偶像需要用正能量引领自己的粉丝 演唱会上 他能够带领粉丝让现场毫无垃圾 终节目中 他用细心与关怀传播人们之间的和谐 公布恋爱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坐等看笑话 但是不好意思 鲁寒与陆嫂非常甜蜜 门当户对 这是其他明星面目不来的 况且在代言中 很少有人能同时代言两个同类产品的品牌 但是陆寒做到了 左手爱比刚过去一个月 右手卡蒂亚就闪耀登场 因为足够美好 所以他的爱好成了他事业的助力 他喜欢打游戏 于是就代言了游戏 他喜欢踢足球 于是就在节目中宣传足球 他喜欢运动健身 于是成了某共享单车代言人 他喜欢收藏手表 于是拿下了双顶车代言 陆寒的粉丝很理智 在面对剧中针对陆寒的角色 并不针锋相对 而是鼓励 面对陆寒被骂被黑 也从来不会参与骂战 而是静静选择守护自己的偶像 我想说 喜欢陆寒的人真的很有眼望 因为陆寒 有了陆寒效应 有了网红有统 有了经验 许多粉丝的偶遇 而这次陆寒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重新定义代言 双顶车 同产品 不仅仅是因为红 更多的是与品牌资深品质的契合 是陆寒的绅士气质 是与生俱来的一股正气 产品如人品 陆寒顶车的不仅仅是身价 更是他继续风轻的品质 本文由默默 微影是原创 超级必究 看到这里了 就按照这个步骤 走一走遍 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默默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